中正區祥鳳街33號前發生了地面下陷 金融市議員張浩瀚接獲陳情 立即到現場查看 這兩天有接到祥鳳市場周邊民眾的反應 在位局我們祥鳳街市場周邊的這個空間 有發生地層下陷的一個狀況 那經查才發現說是下方的自在水管 發生嚴重的一個破裂 那整個導致下面的一個地層 受到一個掏空 讓我們可以看到我們路面產生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坑洞 市府公務處接獲通報前往處理 發現是自在水報管 導致陸籍掏空 隨即通知自在水公司進場施工 挖開路面進行搶修 就在這月前就掏空了 就落水我帶這附近而已 越負越大 就越大了就變這些掏空落下來 那為了維護行人以及行車上面的安全 接到通報這位立即要求基隆市政府公務處 因馬上進行到道路的一個施工的一個搶附 那目前施工單位已經正式的一個進場 那預計在兩天的時間呢 可以將整個道路的品質能夠回復 那其實我們這邊也會持續來監測 整個道路下方的一個自在水管線的一個狀況 避免在這樣的一個滲漏的一個情形 繼續導致我們民眾通勤上面的一個安全 翔豐街33號路面 半個月前就曾經發生一次攤陷 雖然當時有修補 但這次掏空情形更嚴重 自在水公司預計在兩天內 將破掉的管線修復 再恢復路面平整 記者黃少民記錄報導